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收看我的频道 今天晚上我刚刚抓到一个凶手 这是我们的蜗牛 他已经吃了两个心桃的果 我们看这边 那边有一颗他已经吃完了 现在这边跑来的时候 他又突然卷起来了 现在我再会先绕一圈 待会看他不会生出来了 我现在就是正在浇水 这边我们看很多这边的西樱桃 掉下来了 先看一下焊油有其他的 看焊油有其他 我现在看 我看这些黄金 这几天都没有浇水 它尾歇下来了 我看上面也是一样 很多被干掉的椰子 还有坏掉下来的 我看现在这些 因为我们连续都没有下雨 今天好容易改一些做法 整个晚上都会进行一些供水的工作 这边 这边 上面原本是有很多小小的西樱桃了 看一下 现在会 那小狗 现在他要趴人了 还没有吃 第一次看到 这边 整个晚上可能还是要供水 到这些平时 那边还有五花果 有很多五花果 这次呢 我们看 又有个朋友出来的 蜗牛 好多 好多的蜗牛 你看 刚才这颗 我小是 啊 没有 他 他就是吃 这颗了 现在 可能他又看到那边了 他的胆还是蛮大 那边 我照的时候 他也要缩起来了 没有伸 那个头出来了 可是这边 他还继续去爬 我看 等一下 等一下 我会 这边有个虫 我先 先摆 先摆这边 他会不会吃了 等一下 等一下 看他会不会吃 我们晒一下 他会不会吃了 来来 等一下 等下 这边是安病不动 看还是动 摔登 摔登 他会不会吃 他不太热 他会不会吃 在这边 三五 五 三 好 是 我 他的头还是在动 他的几个脚在那个头上面 一直在打听 一直在摸索和小样的果 他要缩起来的 可能绕另外一边 好 管他了 叫他有吃了 这两个